小玩意儿来画一个妆 我现在呢是刚斜脸的一个状态 这个呢是迪奥的这个小胖子唇蜜 我觉得它用作唇部滋润特别的好 第二个呢不是什么新版件 就是橘子面霜啊 这个小的我已经用完了 我一狠心直接买了个一瓣毫升大的 然后就是这个前端神风特别大的 这个豆乳的防晒 终于有货了 我终于买到了 它是有一点点修正肤色的能力的 但是也不假白 整个还是比较滋润的 然后就是斯芙兰的这个遮瑕啊 就是我已经用了很久了 这个已经完全铁皮了 然后就买了一个更浅一点的一号色 那搓吧搓吧 它不但可以遮瑕 还可以当一个面中提亮 耳目涛的这个星期粉铺 也是我第二次回购了 本身差不多是这么大小的 泡水之后变得又软又咚咚的 最近用到的最多就是 向那儿金砖粉底液 贵是贵啊真的贵 但是它真的效果太好了 就那种一整天都不会脱妆 就完全就是那种 精油滋润下的那种皮肤光泽感 你看它这个粉铺拍一拍 哇塞这个光泽感 好马配好安啊 好的粉底液加上好的上妆工具 就能达到一个非常牛的底妆效果 我新入手的这个Dior的限量版的眼影 真的是特别的貌美 它上面这个浮雕 我先拿这个颜色 再用这个颜色加加深 然后沾这个最深的颜色来画一下下眼线 这个眼妆到这儿其实差不多就画完了 不过真的看上去还有一点差 差的是什么呢 真的差一个卧彩 我一直特别喜欢用玻璃台这个卧彩笔 真的到现在买了无数根了 我觉得它的颜色是最自然的 在手背上面真的看不太出来 但一上眼画出来那种效果绝佳 把卧彩填上 特别的适合新手 就算你找到自己卧彩的位置 你在眼睛下面瞎瞄 我告诉你瞎瞄 它整个出来的不会是那种特别奇怪的感觉 你看跟我的下眼影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了 泰特这款腮红也是我自己入手的 真的特别好看 新买的口红 它涂出来是这个样子的 OK 现在呢就去做一下妆发造型 点击 i know you